老菜头千万不要扔掉 今天分享怎能让老菜头越老越好 这样做既不失营养 又可一年下来省下不少钱 首先把菜心的老杆切下来 菜心老杆越老做出来的口感越爽脆甜 平时我们做菜时 这不是一般会把老菜杆切下来扔掉 因为老了嚼不烂 掌握了此方法后千万不要扔掉了 扔掉太可惜了偷偷告诉你 高级西餐厅都是按此方法来做的哦 采好后放入清水中洗净 放入一茶匙盐浸泡一下 继续清洗干净 捞出 切成五毫米厚的薄片 切好后备用 打入鸡蛋三个 放入半茶匙盐 少许石油 加入一汤匙清水 搅拌均匀 食用油 食用油一汤匙 倒入鸡蛋 把鸡蛋煎至两面金黄即可 蒜粒 蒜粒 倒入瘦肉薄片 把肉片炒熟 倒入菜头 翻炒均匀 翻炒均匀 炒至菜头变软 倒入一点熟 青豆翻炒均匀 倒入白饭或者冷饭 鸡蛋也可以 倒入鸡蛋 翻炒均匀 倒入一汤匙酱油调味 一道色香味俱全 营养丰富的名菜 菜头 蛋炒饭这好了 健康又美味 你的小小点赞 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 感谢观看下期再会 欢迎订阅我们